四年哥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手艺啊 前一阵子 你好好看着 想需要的时候 可以自己做 那你慢一点 再给我讲 首先呢 要把锅里的水烧开 然后把面团放进去 等四到五分钟 面就差不多了 再把面捞出来 对了 这个面的火候非常重要 煮时间长了 它容易驼 时间短了 容易加生 记得住吗 四年哥 这些零食就可你家吧 我要是拿回去 我妈肯定给我没收了 冬天过节 再煞我了一口吃 因为你吃起来 煞不住我 该过去 你还说呢 你以前的兜里 都会放棒棒汤 现在也没有啊 你都两颗蛛牙了 少吃二天了 别吃了 别吃了 我就吃一颗了 一颗也不行 你家怎么那么多纸袋啊 这些都是我妈的 她多一块多 不放我们的 这个的封面还挺好看的 这是在遥远的地方 就是静尼阿姨生日的时候 你让那个女生唱的那首歌 对 我妈说她在国外的时候 一向我爸就听这首 原来还有故事呢 这是静尼阿姨 她自己写的呀 对啊 坐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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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医生都那么厉害 他们肯定能保护好自己吧 他们离病毒太近了 可不是呗 你说这天天穿着保护服 干什么又不方便 这别在内出点别的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呗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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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不好的都不显零 我说的好的都显零 再说百青那么好的一个人 肯定没事的 肯定没事肯定没事 就是孙老爷子 不知道多担心 我觉得咱们应该多关心一下孙氏 他表面上看着跟没事似的 那心里边肯定特别地着急 肯定的呀 但老爷子倔呀 不让咱去看 这单位都不许提这事 要不我去看孙老爷子 孙老爷子也不会骂我 张琪也刚从医院出来 我叫张琪还有苏年哥 我们一起去 热闹热闹 我看行哎 我赶紧去酱点牛肉去 明天您给带回去 闺女长大懂事了 那是呀 孙老王三例 新增疑似病例八例 山青新增病例二十九例 医务人员两例 孙老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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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中午吃啥了 您中午吃啥了 您不会还没吃呢吧 我不饿 爷爷您可别减肥 瘦了嫌老 我已经够老的了 孙爷爷 这是我妈 让我给您带的酱牛肉 要不您先尝点 还是要吃主食 孙爷爷 我爸交了点手艺 您要是现在过我 让我试试 好好好 好 那我们走吧 孙爷爷 我陪您下棋 下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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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孙年哥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手艺啊 前一阵子 你好好看着 找需要的时候 可以自己做 那你慢一点 再给我讲一遍 嗯 首先呢 要把锅里的水烧开 然后把面袋放进去 等四到五分钟 面就差不多了 再把面捞出来 对了 这个面的火候非常重要 煮时间长了 它容易坨 时间短了 容易加生 记得住吗 哦 孙爷爷 孙爷爷 该你了 该我了 嗯 嗯 孙爷爷 来吃一碗 孙年哥给您做的面 好好好 好 嗯 要不 要不 爷爷先吃 我们先回去 哦 也好 也好 走吧 孙爷爷 你记得吃面啊 好好好 孙爷爷再见 好好好 您记得吃吧 嗯 嗯嗯 再见啊 爸 原谅我接下来 要说些不吉利的话 若我有什么不测 请务必 包装好身体 有没有 好 好 感谢观看